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两周前咱做过一期中国经济不会有开门红的节目 果不其然,2024一开年中国就迎来了开门黑 在公布2023年GDP增速为5.2%以后 A股竟然下探到了2800点以下 就在不久前被网友们调侃的3000点保卫战早已成为历史 现在已经是2800点的时代了 再往后很有可能又会有新的保卫战 首先说一下5.2%这个数字 与西方几个大的金融机构给出的5%上下的预估是差不多的 也跟咱们前几天做的2023收官数据视频里的判断是吻合的 我当时就说这个5%应该是有的 虽然咱频道一向畅空中国经济 但数据上的事绝对是实事求是有余说益 与此同时我也说了 它不是达到的,是刷到的 去年年初定下的这个5%的目标 它其实是个政治任务 编出来也好刷出来也罢 他们总是能搞出来的 这一点大家要对中国统计局有信心 那么之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数字嗤之以鼻 除了一言假 就是这个5.2%跟中国民间的实际体感是严重脱节的 习惯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人 对2023年的感觉好像经济增长应该是负数才对啊 所以有人说还不如公布一个2.5%了 如果市场知道共产党肯说实话了 不再骗人了 制定政策愿意从实际出发了 那么也许市场的反应还不会这么大 如今大家一看 你们还跟着假大空忽悠人呢 真的是忍不了了 至于李强在达沃斯的表演 明眼人就当个笑话一看就完了 咱就不多评论了 两个字 呵呵 所以在这种经济形势下 目前的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主观体感和客观环境的不同 那就有这么比较典型的几类 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 躺平做梦冲塌跑路 剩下的就是强撑狗活的 现在没有人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形势还抱有希望 随处可见的就是躺平百烂 绝婚绝育 疫情分工期间那个喊出这是我们最后一代的青年人带来的震撼 至今还让我们记忆犹新 这两天不是中国去年人口的统计数也出来了吗 新生儿越来越少 人口已经连续负增长了 最近连法院都出手了 不鼓励结婚彩礼 这个咱就不展开了 关注时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就是想让韭菜们都去结婚生娃嘛 但是如果大家去观察中国网络上的生态氛围 但凡有讲养老问题的 婚恋子女男女关系的 一个不小心动辄就会被人扣上一顶催婚催生的大帽子 然后您就看那个留言和弹幕的阴阳怪气劲吧 说明现在年轻人对这个话题是极其反感的 如今中国这个大环境 你是说什么做什么都没用 年轻人就是婚也不结 孩子也不生 谁多说一句就跟你翻脸绝交 腿顶拉黑 第二类就是跑路的 或者用当下的语言说就是润的 这里就包括资本跑路和肉身跑路 资本不必多说 外资外企能撤的早就撤了 不能撤的也在积极寻找替代者 学名叫供应链的区分显化和多元化 A股的反应也是如此 钱不撤那能花花往下跌吗 至于肉身跑路 那这两年走线来美国就更火了 不过自从金牌蒋师砸了走线人的饭碗 现在回去的人也变多了 愿意来的人就少了 而且蒋师自己也被墙内分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让韭菜们看到 美国流浪汉竟然过得还算逍遥自在 吃的也不错 对比在中国那些吃土吃草的反差太大 这样影响也的确不好 我爱说实话 总之呢 现在是有钱人有有钱的润法 没钱的有没钱的润法 原本我们以为呀 一般来说富人和穷人是最适合润的 中产阶级除非是为了孩子 否则没点勇气和魄力还真是挺难的 倒不是钱的问题 主要看决心 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将和日下 每一年都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 眼见未来的苦日子是要以十年为单位计数的 可人生又能有几个十年呢 所以下决心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有一位来自成都的C先生做香包生意的 为了孩子就决定移民加拿大 经过移民机构的精心安排 只用了一年时间他就拿到了PR 还挺快的 我们把C先生成功的故事放在片尾 感兴趣的可以留到最后看一下 说不定有点启发 除了加拿大 别的项目也有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找他们咨询 这里就不多说了 小翠只在这提醒您 我们做的所有移民推广都不参与佣金提成 不存在忽悠您上车 移民姿势体大宁慎重决定 但要果断实施 中国目前的情况不是等皇上驾崩的问题 76年太祖驾崩 40年后就有太祖的好学生 也就是咱皇上登基 现在就算熬到咱皇上驾崩 您看看如今中国的那些小将们 只要你会上网 不瞎应该都看得见 等皇上驾崩40年后 如今的小将们也就成长起来了 还是那句话 你的人生有几个十年呢 好回到我们的话题 除了躺的润的 还有两类就是冲塔的和做梦的 今天我们重点讲讲 前几天网易和第一财经 分别发布了关注农民工困境的内容 网易在B站发布了一个叫 如此打工30年的视频 迅速就被当局勒令删除 紧跟着第一财经也积极冲塔 发表了一篇题为 凌晨路边等活的农民工的文章 当然也是立刻就被当局删除了 同时和第一财经 同属于上海势力的财新网也在这段时间内屡次冲塔 又是纪念李克强又是报公安黑料 不仅这些文章全部被删 事后财新掌门人胡舒立的微博也悉数被清空了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胡舒立是受到了来自北京的责难 不论是网易也好第一财经也好财新也好 都是南方势力 他们也都是在为改开派发声 向皇上传递民间不满的声音 希望皇上不要再开倒车了 给民营经济一条活路 给中国老百姓留点深路 不过咱们皇上就跟圣经里的古埃及法老一样 历来是上帝是他的心刚硬 针对这些来自民间的不满 皇上的应对是用更多的中国梦把中国人的脑子继续洗坏下去 这不从官方到民间新一轮的造梦运动又开始了 主旨就是平衡掉前几天的负面消息 打造出一个仿佛是平行世界里中国人的幸福人生 咱们来看看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忽悠人的 先说说来自官方的喜报 除了统计局可以入点的5.2%的GDP增速 超额完成预期目标 接着就是重新公布了消失许久的青年失业率数据 并且在统计局的努力下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奇迹般的降低了很多很多 原来这几个月中国年轻人找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了呢 确实是大大的利好 细报一张啊 为此统计局还专门写了个情况说明解释了一下 说以前这个青年失业率统计方法有问题 把在校学生都给统计进去了 所以才导致失业率数据特别夸张 现在咱们优化了一下统计方法 把在校学生都给踢出去了 这样才能看到年轻人真实的就业情况 所以大家看 踢出了这些学生以后 咱们真实的青年失业率 其实还是很低的嘛 年轻人找工作还是很容易的嘛 所以大家不要垂头丧气 不要听信境外低对分子的谣言 要多做中国梦 少躺平 中国的统计局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几个月前做过一期节目 专门给大家科普中国的青年失业率 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统计局用的是什么统计方法 大家如果没看过的可以去回看一下 看完你就会明白 在校学生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统计局的 青年失业率统计样本里 甚至可以这么说 你就是一个正常找工作的年轻人 你想要进入统计局的这个失业人数群体 都非常困难 需要满足很苛刻的条件 才能被他们登记为失业人员 所以从始至终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 都不是因为把在校学生给统计进去了 而是事实情况就是年轻人一毕业就失业 工作真的找不到呀 所以统计局这回的解释就是偏偏外行的 实际上就是找个借口 故意把数字改得好看点 配合给年轻人洗脑嘛 让大家觉得中国梦还是可以有的 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 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种宣传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 咱们都是幸存者偏差 就比如出国留学的年轻人群体好了 其实大部分还是比较粉红的 他们非常相信共产党 他们也根本不会来看我们的节目 这些孩子每天被圈在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里面 也没进过社会 所以就会被共产党的这种虚假宣传给骗到 直到他们毕业选择回国发展 经历了几轮社会的毒打之后 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 然后很多留学生回国以后郁郁不得志 终于意识到当年看到的这些宣传都是骗人的 真实的中国梦根本不是美梦 而是噩梦 然后他们又谋划二次出国 所以虽然咱们一直在揭露共产党的假新闻 真洗脑 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的传播 还是确实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 那么除了官方的力量 中国社交平台上还有一众的民间肉喇叭 专门响应国家洗脑的需要 编一些中国梦的假故事 来欺骗年轻人 比如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的几个青年先进代表 大家看看他们的故事就会发现 根本就是活在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中国 编也编的太假了一些 民间这些自干物 舔共骇人简直毫无底线 比如第一个中国梦青年代表 九五后小伙谢恩松 工作瓦片工 蓝领工作 这里我提醒大家不要把中国的蓝领 或者handyman的工作和收入想象成欧美的水平 这里是中国 但是人家号称日赚两千 七年前还在负债 现在已经埋伤了一套一百七十一万的房子 而且小谢同志还表示 瓦工这个行业 只要你肯吃苦 收入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潜台词就是 现在的年轻人不要总想着去干白领 都太不能吃苦了 只要你们肯吃苦 在中国干个蓝领也是可以年薪几十万的 虽然我对中国的瓦工不了解 但是我知道美国的行情 这个日赚两千人民币的水平 都赶上美国工人的收入了 所以原来中国的劳动力这么值钱 那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还有六亿人月入不到一千呢 这些年工资有没有涨啊 有没有认真工作呀 咱们都不是外宾 若论吃苦耐劳 中国人绝对是首屈一指 那些月入一千的底层劳动人民 不是他们不肯吃苦 而是他们吃了苦 依然只有这点收入 而宣传部门却仍然不要脸的鼓吹 只要肯吃苦就有高收入 如果中国的底层老百姓有发生的机会 我想他们会说 我一辈子都在吃苦 但是结果是我永远有吃不完的苦 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贫穷 这才是真实的底层劳动人民啊 接着我又看到了第二个中国孟青年代表 是个00后 2002年出生的小伙子小赵 干的是收废品的活 父母留下了一个小的废品站 他给经营的有声有色 年入20万 而且重点是人家还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 看看这个故事 不仅告诉大家 在中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 而且还有娇气美切 的确工作也确实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 况且这个案例里 估计人家小赵是继承了一个回收站 做的是废品回收行业的小老板 这买卖可不丢人 也不算小 但我想问问大家 没有高低贵贱这事 在中国存在不存在 此外 在中国一个单纯收废品的 就是那种掏垃圾桶 捡一拉罐和塑料瓶的 有多少有可能把自己 捡成废品回收站的老板呢 反正在中国梦里事业爱情应有尽有 所以年轻人还等什么 谁说必须出去找工作 你们可以创业呀 也不需要你们创什么高大商的企业 你看像小赵一样受破烂也行啊 年入二十万 多少大厂员工都没有这个收入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面包有了 爱情也会顺其自然的来到 漂亮的女朋友不会对你挑三拣四 言如语不是只活在书里 全中国的姑娘都是言如语啊 就说这场中国春梦美不美吧 最后一个中国梦代表 那就更厉害了 我称他为中国的蜘蛛侠 因为他送外卖的速度 连蜘蛛侠都自愧不如啊 他就是在上海送外卖的陈思 小陈出生于1998年 小学没毕业 二十多岁就向银行贷款八十万 在老家看饭店 后来饭店倒闭 背了一屁股债 于是小陈跑到上海送起了外卖 小陈从2020年开始在上海当外卖小哥 三年时间他竟然赚到了一百零二万 不仅把开饭店欠的债还清了 他还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 妥妥的人生逆袭啊 这个新闻一出来 立马登上了微博热搜 原因是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这个一百零二万是怎么赚出来的呢 你随便估算一下就知道做不到嘛 三年赚一百零二万 那么每月收入就是二点八万 每天大干赚一千块 如果一单按五块钱来算 他每天要跑两百单 一单平均花十分钟好了 一天工作量就是两千分钟 但是一天一共只有一千四百四十分钟啊 所以这个小陈同志全年三百六十五天 不吃不喝不睡觉 他靠送外卖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吧 所以我才说小陈怕不是中国的蜘蛛侠吧 蜘蛛侠在美国送披萨都没有他赚钱块啊 人家还会飞是不是 据说小陈同志登上热搜以后 就在上海被同样靠送外卖谋生的同行们打了一顿 为什么打他 很简单 为了配合宣传做得太没底线了 外卖小哥们又苦又累 还赚不到什么钱 结果被你宣传为一个可以报复的行业 你说气不气人呢 这是嫌大家还不够卷是不是 还想让外卖平台来压榨一下大伙吗 这些个活在宣传稿里的中国梦代表 故事都编得太假了 这些故事好像都是发生在平行世界里一样 和我们现实中看到的是截然相反的 咱们皇上一直是个鸵鸟 老百姓过得不好 受了委屈 他都知道 我记得新年讲话里 皇上确实提了几句 但皇上自己可以说 不代表你也可以说 任何一点社会负面新闻 都好像是在吓他的面子 他一点都不能忍的 毕竟皇上提出来 那是体恤百姓 百姓说出来 那就是攻击朝廷了 后果安情节严重程度 是从喝茶到被消失不等的 中国梦这个概念 是咱们皇上十年前提出来的 当初也就是画个饼 心上台总要给大家一点盼望 结果十年过去了 中国梦已经变成了中国噩梦 老百姓真实的生活 离新闻联播里宣传的是 越来越远了 A股已经连2800点 都要保不住了 结果统计局里 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失业率也降低了 GDP也高增了 皇上又要开庆功宴了 也许咱们都误会了 皇上提出的中国梦 所谓的中国梦 也许只是皇上一个人的梦 就他一个人活在梦里 不想醒来 说句比较残忍的话 如今的中国老百姓 怕是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 也不用再做梦了 很多事都是一言就能忘到头的 做不做梦 结果都是一样的 好 最后是成都C先生移民成功的案例 感兴趣的朋友请您留步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加拿大移民的成功案例 客户C先生来自成都 在国内做香包生意 本科学历 应与雅思5.5分 为了孩子有个更好的教育环境 考虑移民加拿大 我们给他做了全面评估后 为他推荐萨省雇主担保移民 萨省目前仍是办理速度最快 要求最低的加拿大移民项目之一 满足最低要求雅思4分 一年工作经验 大专学历 即可申请 我们为C先生匹配萨省的客服经理店长职位 2022年9月 C先生和我们签约 到2023年9月永居获批 刚好一年时间 雇主担保走出了 一快速通道的速度 接下来是C先生的办理时间线 以上为过往案例参考 具体办理时间是个人情况而定 此外 欧洲项目没有语言 学历 工作的要求 满足投资 即可获得身份 了解更多详情 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获取一对一专属顾问咨询